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化悟空 全十种变身强度分级排名 好吗?大家好 黑神化悟空一共有十个变化 很多小伙伴都是广致用到底 其他也没什么用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我心目中的十个变化强度分级 第一个,号双 它走起来非常非常慢 而且它的轻击的反馈很诡异 有点像血缘诅咒里科4寄生虫 但是它有一个远距离攻击的技能 加上冰冻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里打了三宗目的虎叉 可以看到打了一半的血量 但是变身之前最好需要斩够气势 不然变身后用它的技能模组 斩气势会非常难受 这里给个B吧 第二个 玄渊 也是个冰属性 攻击手感非常好 自身斩气势也比较快 移动和闪避也比较顺滑 能把棍式转化为气势 发动云来后 刀能发出刀气 能把一些敌人打出硬支 虽然距离上不如刚刚的耗霜 但是在Boss战中刀气能够够得上敌人拉开的距离 这就足够了 攻击力很高 上冰冰冻异异常能力也不错 虽然每次用的时候感觉时效很短 只用了一会儿就变缓 但是也达到了伤害预期 这里给个A吧 第三个 B城 我承认 它在某些特定场合有特定的用途 在一些攻略里 甚至可以打掉奥狼神的驿管架势槽 但是 更多的时候是靠高防御力 冲过Force的狂暴阶段 然而高中木Boss攻击非常高的情况下 这个就不太够看了 加上它移动转向非常非常慢 敌人稍微移动就打空 啊 这里给个C吧 第四个 偶薄 唯一毒属性变化 伤害不俗 而且给怪上毒 能够持续扣血 但是主要输出手段 虐己 上来就扣一半血 而且这招是强霸体 如果Boss一套连招 把你剩下的半血打没 基本上就是刚刚变成偶薄 立马就空血变回猴子 玩的就是个转瞬即逝 如果你成功在半血状态 给Boss叠加四层重软 然后发动法术攻城 那会立刻补满血 但这个时候你的神力也不多了 到了要自爆的时候了 这个变身 打出高伤害的条件比较苛刻 所以给个B吧 第五个 赤槽 也就是广智 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凭他赔了大多数玩家 一周目大部分的时候 也值个A 在水火栏 每周目可以拿一个的情况下 高周目也有一战之力 第六个 灰折 和广智同为火属性 轻攻击很顺滑 移动也不错 轻攻击叠加气势不算快 但能够转化棍式为初始气势 吹火 范围广 伤害高 上火炎异常快 而且可以打出一些低韧性怪的硬质 最后的自爆更是AOE的首选 所以这里也给个A 第七个 金蓝 青鸡手感不错 闪壁非常丝滑 青鸡 青鸡加重鸡 可以对低韧性怪打除硬质 对高韧性怪随缘出石破 石破三段后 三千阳春伤害毁天灭地 一个啊 这个S级 第八个 暗雷 马格的鞭子 青鸡比想象中好用 但是太好用了 以至于很多时候怪会被我抽出雷圈 雷圈的伤害很高 但是很多怪都是多动阵 很难吃满伤害 有的怪还死活不进圈 这里就给个币吧 第九个 乌川 六丁六甲 从不吃素 可以把棍丝转化为气池 虽然动作比较慢 但需用格挡积累气池的速度很快 气池已满进入萨踏状态 萨踏期间伤害很高 进退自如 唯一缺点就是神力消耗非常大 没打几下就变回来了 所以最好是斩满棍石 青虫可以蓄四管 伤害高 受到冰火伤害能够加强自身伤害 不吃毒也不吃雷 个人认为是最强变化 这里给到s加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